大家好 依照我们的惯例,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纲内容 在上一讲中,我们主要讲了 如何去在终端里面获取值 就用get去获取值 然后还讲了 如何去运行一个Ruby文件 然后我们还在条件式这一块 讲了if语句 还有unless语句 那么在本讲中,我们会 去讲条件式剩下的一部分 case语句 和循环中的 wire语句 以及until语句 依照惯例 我们先来写一个case语句的样例 看一下case语句的语法 和它的结构 是什么样子 回到桌面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sublime 新建一个文件 就保存到桌面了 ks.rb 如果类似于 java c 等其他语言 学习经济的同学 可能一开始会这样写 switch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在Ruby中是 完全没有switch的 在Ruby中 case语句是这样写的 case 这个是变量 这是条件 这是条件 然后这就中止了 同学们可以先 再看一下这个 结构 可能 有人会问 如果我还要再加一个条件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可以 再加一个 温语句 这样就 再加一个条件 但是Ruby的 switch语句 跟c 还有java的switch语句 有着 很大的 不同 怎么样一个不同呢 可能学过的同学可以 请我娓娓道来 没有学过的同学 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传统的switch语句 是怎么写的 首先 是一个switch 然后一样的 它需要传一个变量进去 然后 它需要写一个判断条件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break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条件2 那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在这个break 如果你在c 或者 java语言里面 你没有这个break 那它会怎么走呢 它会先 执行condition1 1执行完了之后 它就接着执行 condition2 然后直到遇到break 跳出 而在Ruby里面 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Ruby里面 它的case语句 或者说switch语句 它会 只执行当前 condition里面的 代码断 执行完即跳出 它不像c和java里面 对于这个语句 留下了一个 小小的遗憾 因为很多初学者 他是很容易去忘掉 打这个break 从而引发了 很多的问题 这也是很常见的 无论是安卓开发 网站开发 还是iOS开发 我也见过很多次 所以Ruby这个地方的处理 还是对初学者 非常友好的 而 第二个最大的不同 是在于 condition语句的不同 在Ruby中 它的condition语句 可以是一个 复杂的判断式 而在加和c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可能只能 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就case1 case2 但是在Ruby里面 我可以这样写 二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 上一讲中 讲过 范围表达式 对,我们根据范围表达式 来详细的描述 我们所取的值 是在什么范围中 像这样一个范围表达式 同学们 还记不记得 是什么意思呢 在前两讲中 我们讲过 两个点 两个点表示 B区间 就1和2 我们都取 如果三个点的话 我们就不取之后的一个 就比如说 4 三个点 8 就取4567 不记得同学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两讲中的内容 稍微回顾一下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能够结合上一讲中如何去运行一个 入录并文件 来 自己来测试一下这段代码 就比如说你要求他输入1到2 4到8 就只能输一个9 然后分别打出不同的字符 然后进入这个判断 我相信同学们是可以办到的 好 然后我们就讲下一个 并接种的比较重要一个内容 循环 同样的 新建一个文件 RB 有同学问我 为什么老师你每次创建文件那么快呢 你用什么快捷键 其实把 你点那个file 然后在newfile那里会显示快捷键的 学们可以自己看一看 不同的平台 上面显示不一样 Windows和Linux显示的是 Ctrl加N 而Mac显示的是Command加N 说到循环 可能有代码经验的同学会想到 For或者Wire循环 但是在Ruby中 For循环基本上被 Wiz代码快给取代了 当然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讲到 所以 在本节内容中 我们会主要讲 Wire循环 和它相对的 until循环 Wire循环 相对于 Switch语句或者说 Cas语句来说 与其他平台的差异性比较小 Wire 条件 然后 中间代码段 就可以跑了 所以相对来说可以说的比较少 那我们可以运行一个例子 还是简单的 输入一个数字吧 把输入值 转成 数字 去掉 空格 然后转成数字 然后判断一下这个值 是否为零 如果不为零 我们就 一直打印 哈哈哈 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打开终端 去这个值 我们先竖个1看一下 不为零 然后不停的打印 打印 打印 怎么退出呢 按住 Ctrl 加 C 就可以退出了 我们再来输入一下零试一下吧 零 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就是while语句的一个 简单常识 那我们来看一下until语句 until语句对于while语句 就像if语句对于unless语句 很简单 很简单语法也几乎一致 我们只需要把 while改成until就可以了 好就这样代码就可以运行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until语句相对于while相反的 也就是说 到我们输入 零的时候 他会哈哈哈哈哈哈 当我们试入 不为零的时候 他就什么也不会发生 他刚好相反的 跟unless和if一样 但是平时我们在编码的时候 尽量扫用until 因为until对于 程序员的直觉来说是相反的 我之后会增加很多麻烦 所以尽量还是用while 该用force的地方 该pandalforce就pandalforce 不要嫌麻烦 有些反直觉的东西尽量少用 但是假如我 深入循环里面想翘出怎么办 想翘出也很简单 就用那个 每个语言里面都有 break 可以试一下 如果 我们可以用 导装if一句 break 不记得同学可以翻一下 上一讲中讲这个类的 如果我们输了直 他得给2 打了哈哈 就跳出 但如果不为2的话 就继续哈哈哈哈嘛 差点忘了 把until改回while 通常之间的代码 永远不会生效 有机会有问题 好现在改成while了 我来跑一下 如果为2 哈哈哈哈 跳出了 同样的 类似于其他语言 Ruby也有他的continue 不过叫next 我们不仅仅要打哈哈 还要打呵呵 如果是直为3 我们就跳过剩下的类伍 而普通的就会打完哈哈 呵呵 跑一下看一下 输一个 1好了吧 哈哈呵呵呵呵呵呵 好 我们输一个3看看 flake和next 它就是 循环语句中的 循环的控制 它是一个控制语句 来帮助你 根据所需要的条件 跳出 或者略过 当前迭代的 生育部分 好的 本节内容就到 此为止了 希望同学们根据本节的内容 去好好测一测 试一试 说讲的 Case语句和循环语句 在下一讲中 我们会讲数字连带记 和错误处理 讲了之后 我们再一并布置作业 让同学们好好的理念